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世界末日的话题 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中东发生了战争 前段时间也是俄乌战争 这两场战争呢看起来不大不小 但是呢很多人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起点 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发生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躲在什么地方才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呢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 没有第二个地方 唯一的一个地方就是斐济 为什么我说是斐济呢 因为斐济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啊 在这个太平洋的中心 如果说是你在地球一张看过这个斐济的这个地理位置 你就知道它就像一个芝麻一样放在这个太平洋的中间啊 它中间它周围全是无边无际的海洋啊 那么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呢 也不可能跟哪个国家就是打什么核战啊这些 就算有这个炮弹要打过来 可能要落到这个斐济还是很不容易啊 所以说这个斐济呢可能会成为一个最后一片净土啊 最关键最关键的是斐济是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斐济已经经历过一次疫情了 相当于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次演练吧 当时呢斐济政府发现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呢 斐济政府就考虑到有可能会航运空运都会断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生活在斐济的这个80多万人如何生存呢 斐济人斐济政府当时就有一条新的法案啊 让所有生活在斐济的这个老百姓呢都在自己家门口种一点牧属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斐济啊 他没有高楼大厦 基本上大家做的都是独门独院 都有自己的这个土地啊 都可以在自己家门口种一些菜啊 种一些瓜果啊这些 尤其是种牧属啊 当时我是亲身经历的啊 我们房东还有我们 嗯就是通过这个政府的这个法令以后呢 我们也在自己家门口呢 呃种了一些牧属 几个月的时间 这个房东就让我用锄头去挖 一挖挖地上一大堆啊 根本吃不完啊 所以说呢通过这件事情我就我就知道 斐济就算发生这个与世界完全的隔绝的情况下 完全养活自己嗯是没有问题的 尤其是斐济不仅仅是有牧属 还有什么香蕉 还有这个各式各样的水果吧 还有什么椰子啊这些 满山遍野都是椰子啊 呃当然斐济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啊 就是它的种蔬菜不管是瓜果 它的生长周期特别短 而且一年世纪都长 它不会停不会断 它不会像有的地方 它可能有冬天嘛 它就没办法生长了 这里就不一样 这里一年世纪啊都不停的生长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种 嗯种一点吃的 养活自己一家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在斐济的话 如果一旦发生非常极端的事情 尤其是像第三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呢 在斐济这个地方生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第二个呢 还有就是斐济它这个 除除除了这个位置 不可能哪个国家有意丢炸弹丢原子弹跑到这个斐济这个国家来 也没有毫无意义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各个角度 不管是哪种状态下 我觉得斐济成为这个第三世界大战或者世界会毁灭的时候 最后一片净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在这里 呃有的教会呢 当然他是宣讲说是世界末日的最后一个这个定居点啊 我认为这个是不无道理的 我觉得还是呃很有意思 但我不希望我说这话 我不希望世界大战真的爆发 或者这个世界末日真的到来啊 因为真正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 肯定不是我今天说的这么轻松 肯定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 很有可能这个斐济还是第一个被毁灭的 当然我只是说 如果第三世界大真正的爆发 那么斐济这个地方 真的是这个最后一片生存的这个安静的土地吧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好了 愿上帝祝福你们 我也不希望真的发生第三世界大战啊